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先看第一個叫Debug Video Capture 那這個是我比較常用的 那麼您進來這邊,我們專門現在已經都有安裝好了 直接點兩下就可以看到 你打開之後呢 這個軟體我們可能需要稍微設定一下下 那第一個呢,你可以看到 安裝後的基本設定 好,首先,剛剛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 有齁,他問你說你的是哪一種 因為這套軟體,他只要是在Beta版 都有出現,就是會給你所謂的非商業性使用免費 非商業性使用免費,所以你只要勾這個就好了 那時候我不是在商業性應用圖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軟體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他跟別的軟體更新比較奇怪 因為以前我有花錢買過 這個花錢買一千塊上下而已 但是有一個比較奇怪就是 我們一般軟體是這個1.0,1.5,然後2.0,然後就一直上去嘛 他們這個軟體呢 他每次他買了之後,只有 好像只能更新一個版本 只能可以,比如說我買的時候好像是1.64 然後呢,他後來給我來個1.65 然後後來1.7,這個版本就不能用來 所以我不太清楚為什麼 因為這個軟體的更新的方式跟並不太一樣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專門叫2.12有沒有 他以前呢2.10,2.11,2.12 所以反正不買也沒關係嘛 免費就可以用了啊 對不對,我們又不是商業性用途,所以還好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要告訴他你的什麼,錄影的來源 錄影的來源,那錄影來源從哪裡點? 你打開之後,這裡可以選 有沒有,叫Option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來,就會看到我 待會下面這幾個,第一個 錄影的來源他可以選擇 我是來自webcam的,也就是我單純抓webcam 之後抓webcam 還是我抓網路的攝影機 比如說有人家裡面有那個安裝監視器的有沒有 他會提供IP嘛 他就直接點那個IP 或者是,一般我都是用所謂的螢幕錄影 螢幕錄影,我就直接抓螢幕上的 好,只是抓螢幕上的就好了 好,那當然他如果抓不到任何的設備 也是會預設在下面 因為你沒有網路攝影機 只有剛剛有兩位老師有而已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的聲音 一定要檢查一下 尤其是你如果使用的是麥克風 或者是那個 有時候電腦開機完 有的電腦比較慢 還沒抓到那個 還沒抓到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可能這邊他就沒看到 好,所以我通常 我在錄影的時候我都會先檢查 看看有沒有聲音他有沒有抓到 沒有抓到的話 就只能可以講,你要不要這樣 好,再來就是 預售儲存的資料夾在哪裡 一般我們現在的軟體 預售儲存都放在哪邊 我的文件夾對不對 他也是齁 只是我平常的話 我會通常我會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順便把這個選項改成什麼 就是以後都不用再問我 就放到這裡來就好了 不是 因為他錄完 錄的時候會提醒我 要存檔 錄的時候我先給檔名 我們一般的那個 錄軟體通常都是什麼 先錄,然後怎麼樣 輸出的時候才可以檔名 那這個是顛倒過來 就是先給檔名 好,先給檔名之後 我才繼續錄這樣子 那 如果你懶得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 就是預設的 我直接給他一個名字 然後他就 字一、字二、字三、字四 這樣一直錄下去 這樣也可以的 好,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 我在這邊其實有設定 我有準備一個這個資料夾 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只要是錄影 我就預設進到這邊 我也不用再選了 只是錄影的時候 他就跳一個視窗 問我說這個檔名稱叫做什麼 好 那我再往下囉 你看在這裡 我在往下 還有一個快速鍵 因為其實 您知道快速鍵是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你看我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下面這一顆一直在閃 表示onL錄影之後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 就是直接打開它 然後來 就是比如說 你看我打開它 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我就在這邊暫停啊 停止啊 但是通常 因為這樣就給人家看到 你用什麼軟體錄嘛 所以我通常會稍微記一下快速鍵 那一般 我們大部分的 錄影軟體 能夠跟我們那幾個案件都差不多 就是Ctrl就是F8 F9 F10 大概是這幾個 F11 F12 那這邊呢 它是主要是結束就是F10 Ctrl加F10 那我通常會自己定立這兩個 Ctrl9我就錄影 那有些時候需要暫停 對不對 比如說 我們在下載的過程 我通常就暫停了 如果回去看影片 還要看你暫停 還要看你這個問題 齁 你不會那種 所以平常如果我是在等待的時間 或者是 我可能簽了給同學練習 那段時間我就會把它卡掉 我就先暫停 不然就存成一個 一個檔案讓同學就自己下去看 如果我已經到一個段落的話 如果還沒我就會先 我這邊錄影就暫停 我就下去看 所以我通常有加一個這個 那這個怎麼加 你們可以看到下面這裡 在下面這邊 它有一個 你往下走 有沒有增加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定義說 我的快速鍵是什麼 其實說真的 如果老師你是用自己的Nodebook 那最方便 因為就設一室就好 我平常是 因為都是用教室的電腦 所以我每個禮拜至少練習三次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比較熟嗎 不是我比較厲害 只是我練習比較多次而已 哈哈哈哈 你看我覺得來這邊也是有這個電腦 我是有帶弄不可 可是我覺得 這邊電腦我也來弄看看 因為看起來都很不錯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主要 您 按照檔案之後 大概就會剩這幾個 第一個 先檢查你的來源 對不對 好來源對不對 原則上應該是不會 不會太大問題 第二個 很重要有沒有聲音 這個比較容易不小心出陳 好 那第三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要不要幫他設一個指定資料夾 好 最後一個就是要不要加上快速鍵 如果老師覺得 不要麻煩 或者反正這個軟體打開 我在這邊直接按 那也是可以的 這樣OK 好 那這個 了解之後呢 我們最後呢 再來看一個就好了 這裡我先告一個段落 好 好